第二十二屆同志大遊行 昨天下午熱鬧登場 那麼藍綠白各黨都把握這個機會 要搶曝光爭取更多支持 這回民進黨大陣仗出動 由副總統蕭美琴 還有行政院副院長鄭力軍都有出席 至於民眾黨則按照往例 由黨公職自主響應 至於藍營最大咖的就是台北市長蔣萬安了 另外也有許多的立委自主性的來參加 就是要爭取曝光度 秀出自治的大型橫幅 邊走邊喊口號 仔細看這遊行隊伍中有重量級來賓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也有非常耀眼的成就與進步 如今台灣天空上的彩虹 已經成為全世界最耀眼 代表進步價值的一道光芒 副總統蕭美琴 行政院副院長鄭力軍 民進黨秘書長林宥昌 率隊參加統治大遊行 儘管因維安考量去年親自現身的總統賴清德 這回沒到場 但民進黨氣勢不減宛如來到自己主場 遊行隊伍走到哪民眾歡呼聲跟到哪 反觀另一頭的民眾黨 雖然沒報名成功 民眾黨按往例由黨公職自主響應 知識秘書長周虞修臨時趕不到 在開場時還被鬧場 想要證明和同志朋友站在同一陣線 民眾黨也有備而來 盤點藍綠白出席規格 綠營大動員由府院黨高層帶隊 加上黨公職立委議員至少百人走上街 民眾黨則是富密許甫 立委陳招姿 黃珊珊兩位北市議員 和志工到場 至於藍營僅由立委陳金輝 葛如軍和青年部自發性參加 粗估二三十人共襄盛舉 其中最大咖的就屬臺北市長蔣萬安 藍綠白把握機會擴大支持度 不讓任何一方獨得有型紅利 既然下軍程黃新的CNG小組採訪報導